然後我的話 媽媽還幫我聽寫 還跟我講說 考不好沒關係 媽媽知道你好努力喔 結果 然後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其實媽媽也是 三年級的時候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她剛開始她也覺得說 她會想比較 可是她就覺得越比較 她小孩越退縮 所以她覺得說 應該要是接納這個小孩 然後看看怎麼樣幫助這個小孩 所以媽媽就花了很多心 可能就幫助這個小孩 所以這個小孩講出來的答案 她說 其實她在講她自己 她說可是她得到很多愛 然後我說 為什麼 她說 還有啊 我姐姐都很聰明啊 媽媽叫她做事 又說我要念書 功課好多 可是我呢 我一定先做事 然後媽媽說 不要做 不要做 來來來 趕快念書 過來 功課寫不完 然後那個姐姐就會吃醋 就覺得說 聰明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然後對她來講 她也覺得說 笨好像也不是件壞事 然後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或找出自己的特色 對她們 我覺得這個答案好像太表面化了 所以接下來還會再問她 然後接下來我問她們的是 你對這樣互相貼貼紙的行為 你有什麼看法 她們就會覺得說 她說很不好 因為好的人都一直被貼 一直被貼 然後不好的人呢 就會被人家看不起 然後有人就會覺得說 她一直被貼灰色 被人家看不起很可憐 沒有人喜歡她 然後她就會覺得 這樣我們班級會變兩派 大家不能好好相處 然後這一點其實對我來講 我很重要 我就問她說 你覺得老師有沒有常常幫你們貼貼紙啊 我說貼貼紙就是講鼓勵的話 你覺得老師有沒有很偏心 常常在講某些人的好話 她說沒有沒有 老師你最好了 我說你一定要誠實 一定會騙我 不然會耽誤你們兩年 因為我說我會不自覺的 然後那個 媽媽有一個 她說沒有啊老師 像我平常都不乖 可是我乖一下下 你就說我進步了 我說真的嗎 所以我說那全班舉手 哪一個人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被我讚美過的舉手 你要勇敢舉手 因為老師要加強一下 因為老師不喜歡當個偏心的人 我很希望全部都有被我讚美的機會 希望我都看到你們的優點 然後每個人都說 有有有 老師你做得很好了 我說好像是你們在幫我貼貼紙 所以他們永遠都覺得我們老師是最好的 然後 所以那種感覺你就會覺得說 我說如果哪一天你覺得老師偏心了 你一定要跟我講 寫小記也可以 讓老師知道 因為我覺得老師很怕不小心 他說老師我比較想跟我媽媽講 我覺得說 我媽 可是我覺得不能跟他講 我媽媽說心本來就是偏的啊 這心哪有在中間啊 然後說自己表現不好 還要跟我要 還要叫我怎樣 所以他說媽媽講這樣的話 然後我就說我當一個老師 我很期望每個人都是被我公平對待這樣子 那你覺得老師哪裡怎麼樣 我覺得你都可以跟我講 然後我說你們不要客氣喔 老師絕對不會忌恨也不會報仇或什麼 然後他們說不會啦 不會啦 老師你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師 好 下一頁 好 接下來我就剛剛在問他說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大人也在乎別人的看法 別人講一句話也難過的邀詞啊 所以其實這對我們人來講是一輩子的功課 我就問他們說怎樣可以不在乎 你看貼貼紙你不在乎 那個東西就不會黏在你身上 例如人家講我們 我就覺得我不在乎了 我就覺得那講的應該不是我 可是我在乎的時候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們內在心底一定設定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才會把他黏進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從自己找受 不是去怪別人怎麼講我 所以他們講到的就是說 第一個這三年級的答案 他說要發現自己的優點 就是說特色有很多 可是他覺得一定有好的有不好的 然後第二個他覺得說 努力上進讓自己更好一點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愛好像是 找到那個愛 他說其實身邊有很多愛 愛好像就會讓他覺得更有價值感 然後最後一個他就覺得自己是很棒的 相信自己是很棒的 其實我們常常活在我不夠好的一個境界裡頭 所以我們才有一個努力的目標 一直追追追 然後很怕人家講我們不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一課 那時候三年級 大概就是用了提問策略帶他們到 這是那時候是11月 就是我帶這個班 然後用了第一個策略 用了提問策略 然後用了看了第一本書 當然要做這個策略之前 我的國語課已經每一課都有實驗過了 所以在用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帶起來他們的討論 他們答案有些時候 會讓你覺得滿驚喜的 好 再下一篇 那我的審思就是說我們常常會不自覺的就會請一些很比較熱烈講話的人來回答 所以我想說其實對我來講會覺得說怎麼樣有耐心等待 或者是怎麼樣用小組的一個方式讓每個人有機會講話 然後讓他們都可以發言 那我想說這個是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就是更要注意的就是我們在讀這本書裡頭 因為這本書其實在談到說一個人 有些人就被貼貼紙就是產生高 那常常被批評的人不就產生很自卑嗎 那我覺得其實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怎樣做很誠實的做自己 不管我怎樣我很真實的做自己 當我接納我的不好的時候我就會很自在了 因為我覺得人們有完美的 我覺得其實要帶給學生的是這個 我們就很真實的做我們自己這樣 好 下一頁 好 那我覺得在用這本書用這樣的提問策略 我覺得因為是三年級剛開始他們這樣子 他們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們可以思考可以講話 然後又可以討論 所以對三年級小孩子他們覺得 用這樣子來讀一本書 因為要寫閱讀先的 我們學校都要寫閱讀先的 他們就這樣寫起來比較有內容比較好寫 所以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他們也覺得讀一本書不是只是讀一個故事 原因經過結果沒了 可是他們看到的是會回到內心看一下自己 這樣子 好 下一頁 好 這個是我們剛才那個三年級 看那個戴眼鏡那個就是主席 他現在然後我們看到每個人都蠻投入的 他要要求他 因為這個小孩他有養生 所以剛開始有點抗拒 然後你看全主人就等待他說 沒有關係你講我們都會聽 我們會等你 然後看了就覺得很感動 就是覺得說這個小孩有把我的精神學進去 他說我們都等你 沒關係 你可以再繼續想 然後就覺得有小孩子可以講這樣的話很偉大 好 下一頁 好 然後這個是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然後這裡頭我們看到後面兩組就是 這一組很認真 每一個人我們看都會做筆記去討論 可是看到後面兩組沒有人在照他 仍然一樣很認真討論 所以我們班在討論的時候就是 覺得大家都是真的有事做 真的討論沒有那種打混的 好 再下一頁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預測的策略 預測的策略就是我用到的是又醜又高的沙拉 那這本書 好 下一頁 這本書裡頭我用到的就是說 因為這本書比較特別 他其實內容不多 可是他裡頭就有幾封信 可是那幾封信裡頭 那其中少了兩封 然後我就要做預測試因為 想讓小孩子去補這兩封信 因為我們只看到對方的回信 可是沒有看到小孩子寫出去的信 那我們就要讓他預測 到底小孩子寫了什麼信 對方會這樣子回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就選用了這本書 那剛開始 下一題 我們看讓他做封面的預測 下一頁 好 下一頁 我問他說 你看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封面黑白的 然後從這個封面裡頭你猜到什麼 你猜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我卻發現這裡頭看到很多小孩子的投射 第一個 他們說這是一個很溫馨的故事 可是我們班有一個小孩 他的爸爸在他幼稚園的時候 在美國突然去世了 然後媽媽一直不敢告訴他 然後他就一直問媽媽 為何爸爸不回來 然後到了小學才告訴他 你的爸爸去世了 然後對他來講那種 然後他就很震驚 你知道三年級來我們班的時候 整天抱著我 他很沒有安全感 然後他講的是 他說老師 這裡頭沒有男生 一般小孩子看到的就是 好像就是看到三個人 然後我會問他說在做什麼 他們三個關係是什麼 然後那個小孩跟我講 老師 沒有男生 爸爸不見了 所以他應該是在孤兒院長大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女生 他就很敏感 對於男生的角色很敏感 因為他覺得他爸爸不見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班的那個雅思那個小孩 他說一定是在學校產生誤會 因為他常常跟同學產生誤會 然後他就覺得說這一定是在誤會 我說為什麼會是誤會 可是你看到他在幫他梳頭髮